想在2024年的開局 拿到壓倒性的勝利 最後的倒數1.0即將佈局 富士達第二 三大力多 負侯利栽 一 富爸爸的加持 二 重要供應鏈 三 同班股的價位 最重要的致勝關鍵 神秘樓頭即將入主 確定創造百元的價差 預估收益超過50%以上 最後的佈局機會 一定一定要跟上 立即加入一點的Lite 小老鼠OK1788 翻轉人生端線 2511 0777 2511 0777 前五名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跟著1.0先上車先卡位 籌碼有限先搶先贏囉 王你好歡迎繼續收看股市1.0 台北股市間多頭續攻往萬八來扣關 中場加權指數是上漲133點 收在17815點間的成交量是3956億元 今天來是怎麼做分析 現場為您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相熊成國際投過的許玉琳分析師 歡迎您 李玲家族家人大家好 我是1.0 第二位是陳奕群分析師 歡迎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本週可能是怎麼做官場 我們先來請教玉琳老師 親愛的好朋友們 連兩天那個大漲 但是我想問的是 你賺到錢了嗎 還是你的股票只是傻傻的等著解套 那當然連兩天的大漲之後 很多人都會問 那到底接下來有沒有紅包行情 那過年之前 到底要買什麼股票才能夠大賺呢 好 在節目的一開始1.0 要告訴大家 龍年財富隆中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當你看到了今天連兩日的一個大漲之後 錢高17956必過 而這句話我不是今天才告訴大家 在上個禮拜四 我的實戰零距離裡面 我就公開的告訴我們所有的李玲家族的家人 那當然在今天指數的大漲之外 今天台積電沒有特別動喔 但是我認為它是一件好事情 那AI是不是如同1.0所說的 果然再度的攻堅 而AI的三部曲的擴散效益 你要知道 該買誰你能夠大賺 該買誰你節錢能夠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而且賺的更開心 所以呢我會從 大家最關心的 偽創、廣達、神達、華泰 以及今天創新高的一個支援 來跟大家談一談 節錢我們要買誰 才能夠利於不敗之地喔 那當然除了AI的一個三部曲的擴散效應之外 還有什麼呢 還有高價的個股 今天的世新KY是再創波段新高 再創波段新高 它代表著這一波1.0幫大家掌握到的 IP系制裁的世新KY的股王 能夠形成了一個賺錢效應的功高 而今天的圍影出現了 帶亮長紅亮燈攻上掌停板 而我在五七新聞網當中 特別公開告訴大家的川壺 七八百塊的川壺 而如今的川壺已經來到了千金之上了 而你看到的致遠的創高 所以我今天的節目很重要 我再說一次 因為呢 今年是2024年 明年是2025年 而2025年能夠大成長的 就是IP系制裁 而IP系制裁裡面 無論誰來去做接棒 今天有獨家內幕的消息 要公開的來告訴大家 而散熱的奇紅亮燈 PCB當中的上游CCL的排光電 果然反攻之後 你要知道接下來要留意誰 那當然呢 我相信呢 你在上個禮拜五 看到一大堆頭褲老師的節目 你會發現到 哇 很多頭褲老師呢 翻臉跟翻書一樣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呢 禮拜四禮拜五的行情的大漲 尤其是禮拜五 由台積電帶動的指數的大漲 由台積電的領軍 形成了AI的反攻 但是你要回想一下 誰是全市場唯一一位老師 在指數重挫來到季線下方 告訴你第一不能夠去殺低股票 第二 當AI的個股 它已經出現了利空不跌的時候 例如偽創 例如廣達 我有沒有告訴大家 今年已經跌到15倍的本益比以下 所以我的偽創是拉回來低階佈局 我的廣達也是在15倍以下的本益比 來去做一個逢低回補的一個缺口 所以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的是 當AI伺服器的偽創廣達利空不跌之後 你緊接著也要知道是 AI三部曲當中 輪誰來去做分享 輪誰來去做一個擴散 所以光看到這張 也就是一定要給1.0按個讚 所以在看完1.0的節目當中 還沒有訂閱1.0的股市 1.0許玉玲YouTube頻道好朋友們 記得幫1.0訂閱按讚跟分享 尤其你的按讚是給1.0非常非常大的肯定 那當然很多人在問台積電 台積電在禮拜五大漲之後 今天沒有漲是為什麼 因為它剛好碰到了去年的 向下跳空缺口623塊錢 所以但是台積電把空間輪到了 AI的低基期低位階的個股 來去做一個接棒 所以我今天會針對於AI的擴散效應 尤其是雙AI、IP系制裁、IC設計 還有散熱的琴口為什麼在這裡出現的反攻 而散漏其核的反攻之後 有一檔低機體低價位的散熱騎兵 要分享給大家 那PCB當中的台光電 形成亮燈攻上掌停板之後 接下來該如何去掌握到盤面的重點 那當然在講到這個之前 我先感謝一下我們所有的李妮家族的家人 上週加入一點的行列的好朋友們 非常非常的多 那一點你很開心 尤其是在過年前 只剩下不到兩個禮拜的交易日 我的Lite 8我會呢 幫大家掌握到行情的脈動 我的Lite 8的首頁 尤其是盤前的搶先棒 掌握到行情的一個走勢 我說過今天開盤之後 會呈現了持續大漲的態勢 而且重返了17700點之上 挑戰1月3號的黑黑反壓 但是連兩天的指數的大漲 我只想問大家一件事情 禮拜三 當台子期結算的當天 當指數中錯了200點 當指數回落跌破了季線的關卡的同時 全市場到底有哪一位老師 在季線的下方公開的告訴你 它是一個買點 它是一個機會 它是一個第一季在利空當中去尋找到 電子股低階佈局的機會 來 親愛好朋友們 我沒有一個字改過 而且你可以發現到 你看了這麼多老師的節目 也只有1.0感 在禮拜三指數中錯大跌的時候 告訴你跌破季線 低不殺低 跌破季線跟著我找買點 而我當時夠有沒有這麼說 我有沒有這麼做 來請你看VCR 今天的季線跌破 它就是一個波段 第一季佈局電子股的好時機 所以今天的台股算是超跌了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今天我幹嘛 我買股票 我今天是站在買進的佈局的一方 耶~~ 親愛好朋友們 很多的老師呢 看到了指數的大漲 才事後放馬後炮跟你講 它 它是看好這個行情的 但是在上個禮拜三 當指數中錯了200點 跌破季線的時候 我相信我是全市場 唯一一位老師告訴你 跟著我在季線下方 找尋好的股票 低階佈局的機會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的是 今天無論是偽創也好 無論是廣達也好 甚至呢 已經整理許久的神達 都形成了震盪墊高 然而你所想要知道的問題 一點你都會告訴大家 很多人都會問 AI的個股該如何來去做掌握 尤其華泰的這一檔標的 我們該如何掌握到接下來的脈動 來我特別呢 跟大家交戰一下 因為華泰喔 它已經瀕臨前波的高點 而接下來的關鍵位置點在哪裡 今天收了十字星 十字星的低位在62.3 也就是說華泰的十字星的低位 它必須要有效守住 有效守住之後 華泰它才能夠形成震盪墊高的態勢 那當然除了華泰之外呢 來我給我告訴大家的是 偽創我們在90塊錢以下 來去做一個分批佈局 那除了偽創之外 廣達會告訴大家 當低於15倍的本益比的時候 你要跟著我逢低 來去做一個買進的部分 所以呢你可以發現到的是 無論是偽創 無論是廣達也好 我們每週四的一個時代零距離當中 我是事先的從 它今年的獲利成長的角度 來告訴大家 我們該如何來去尋找到 好的股票低階佈局的策略 尤其偽創喔 它在虎口有個新場 虎口的新場呢 擴充產能之後 它的營收跟獲利 將會在第二季逐步來去做呈現 那當然呢 除了偽創之外 你可以發現到的是 偽創我們在壓懷的過程當中 帶領我們的家人 來去做分批佈局 那當然除了偽創之外 你可以發現到的是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 相信看見大賺掌停就是你的 上個禮拜五的偽創亮燈攻上掌停板 今天的偽創盤中 再度的攻上掌停板 但是沒有鎖住 沒有鎖住沒有關係 至少你不要去買在這個位置點 而偽創接下來 我會採取一種低進高出的策略 帶領我們的家人 創造出最好賺的利潤 那當然呢 台積電的COAX的產能倍增 你要知道 其實從台積電的法說會裡面 有很多很多很多成長性的標股 跟產業都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手中有偽創 有廣達 甚至今天大漲的音業達的好朋友們 記得加入一點的Lite 8 小老鼠OK1788 甚至盤中跟上一點的訊息 我會帶著你AI 逆轉勝的操作思路 那當然你可以發現到的是廣達 我們在12月28的時候 全市場沒有人發現的廣達 我還特別告訴大家 以185到195 15倍的本益比以下低 採取的策略是不殺低 第二以頗短的角度來看的話 1月份開始 當季線扣底的過程當中 就會形成翻揚的態勢 所以無論是廣達也好 或者是偽創也好 我都是說在前面 坐在前面 帶領我們的家人佈局在起掌的關鍵 然而神達 神達我們是第一位買進的 而神達底下的一個奇兵叫做神雲 神雲科技 它已經接手了Intel的伺服器 而接手了Intel伺服器之後 再加上車用產品的回溫 以及緊接著 在東南亞的市場 會擴充產能的過程當中 那AI的伺服器只要出貨放量的過程 它就會形成股價的墊高 所以這也就是1.0選股的一個賣動 你可以發現到1.0選右下角整理完成的 AI伺服器的個股 無論是廣達也好 無論是偽創也好 甚至神達也好 我們都買在起掌甚至轉折的好買點 那當然你可以發現到的是 今天的四星KY 是大漲而且再創波段新高 再創波段新高 它代表是這一波1.0的IP細字財 尤其這一波的股王四星KY 我幫大家掌握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當然很多人都告訴1.0說 1.0啊 如果我沒有這麼多錢去買四星KY的話 那有什麼樣子的標的值得來去做留意 所以我的這一集 也就是產業1.0的這一集 IP細字財的這一集 你一定要來去做留意 所以在股市1.0許玉玲YouTube頻道 還沒有訂閱還沒有按讚 還沒有分享的好朋友們 記得半導體靠IP細字財掌握定價權 那你一定要知道什麼是IP細字財 為什麼四星KY能夠創新高 那當然除了四星KY之外 我已經幫大家掌握到接下來的賺錢效應了 所以來注意一下 今天的圍影是亮燈工上掌停板 今天的創意在禮拜五拉回之後 今天又再度重返季線之上 那不要忘了喔 微軟它開始形成了AI自製晶片的部分 而微軟底下的細字財的訂單 就是由創意來去做承接的 而智元今天大漲創高之後 你要留意到的是 現階段還在右下角 而且已經整理了將近三個月 而且股價大跌了三成以上的系統 我多久沒跟大家講系統了 我11月3號我創高賣掉系統之後 我足足三個月沒有跟大家講到系統 但是我為什麼要在今天四星KY的創高 智元的一個拉伸的同時 要跟大家講右下角的系統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從IP系字財上面的比較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到喔 其實宏家從在去年八月份入主系統之後 它同時也是聯電跟智元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當你看到的智元都創新高 艾普形成了一個震盪墊高的態勢 而緊接著要切入到IP系字財的系統 有沒有向上比較的效應 所以我們從去年的一個呢 一個EPS的角度來看的話 去年前三季的EPS累積是0.91 那如果跟前年來去做比較的話 它已經開始出現了轉機 而股價還在四十幾塊錢附近 更重要的是宏家沖表示 它已經做好了準備 尤其它是屬於什麼 它是屬於彈江會計系的 而且它算是半導體少見的 唯一具有最佳財務長的一個身份 所以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但宏家沖之後 它會帶領的聯電集團的智元已經創高了 而緊接著聯電集團當中的系統 就能夠形成了一個比價的效應 當你看到了智元的一個創高 當你看到了智元的大漲之後 在宏家沖的帶領之下 我認為緊接著 你除了眼光要看回系統之外 也要看看這一檔標的 叫做2363的系統 因為系統呢 如果我們來看的話 它的持股比例 大股東的聯電持股比例 高達了將近快兩成 也就是說 接下來在先進封裝一次性的工程 NRE以及細自裁的IP的部分 緊接著會交由系統來去做統合 而且我給大家看到的是 這個是周K線級別 沒有發現到 跟富士達的周K線級別還蠻像的 回測到起漲的區間 而且大戶在低檔偷偷的買進 千張大戶的持股再持續的增加 所以在周K線級別 拉回來前波關鍵紅K有手之際 跟著我盤中找低階佈局的機會 所以這個是系統 所以如果你想要掌握到系統 接下來的轉折的好朋友們 記得掌握到一點的Light 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者是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電話 緊接著我會帶著你 掌握到系統最好的一個 拉回來的買點 那當然在今天的AI三部曲當中 還有一塊是散熱跟PCB的續揚 那奇紅今天形成亮燈工上漲停板 那我不是叫大家去追奇紅了 畢竟奇紅已經漲了一波 而我們要特別去留意到 有沒有第一基期落後補漲的個股 這一檔是誰 他就叫做信音 那除了講完信音之外 我們再來看一下PCB的龍頭指標之一的 台光電今天形成了一個跳空走漲 他也帶動到現階段拉回來的一個金像電 形成了一個轉折向上的走勢 那當然也看到了奇紅的一個大漲之外 特別去留意一下信音 因為信音其實在之前拉回來的過程當中 他就是形成了一個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的走勢 所以緊接著他會再跟太塑來去做緊密的結合 尤其在AI Server的部分已經通過了揮答的認證 那當然在日K線級別的角度 他是形成了緩步震盪攻堅的態勢 所以未來他計畫跟散熱的泰塑來進行持續的合作 而且未來的泰塑如果併入財報之後 EPS會有大幅度的跳升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相信看見大戰掌停就是你的 這個就是信音我們壓回來布局的一個很好的成果 那當然我也特別說過 我們選的股票都是從生活周超 從產業面的部分來去做著手 當你看到了全球的智慧型的手機 從去年的谷底到今年的成長之外 我還特別告訴大家 我做了一個調查表 我周遭的好朋友裡面 拿摺疊手機的真的非常少 所以我認為折疊手機其實在今年度開始 已經進入到了一個主流價格帶 而且滲透率持續的攀升以外 高價的手機也持續的來去做一個翻揚 所以當時Go 1.0 從富士達的一個周K線級別的角度來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這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當你跟著我逢低拉回來去做買進的同時 你可以怎樣 你可以賺到富士達最好賺的一段 那我們從產業面著手 當技術面有壓回來的過程當中 帶著你提前來去做卡位 這個叫做什麼 掌握到股票市場最好賺的一段 輕輕鬆鬆就能夠創造出 富士達兩成至三成以上的利潤 那當然你只要問問你自己 想不想在2023年的一開始 尤其在龍年來臨之際 贏在龍年之前的起跑點呢 來一點也要告訴大家 因為我即將要帶領我們的家人去布局 富士達第二 什麼是富士達第二呢 也就是有三大利多 不可大家知道 第一它有很強大的富爸爸加持 第二國際大廠的供應鏈重要的一個訂單 那當然它的價位 能人買得起還在同滿價的一個部分 而且未來會有第一手的重磅消息 跟著1.0在起掌之前先卡位先進場 那當然1.0即將布局富士達第二 最重要的是還有一個神秘龍頭即將入主 那確定能夠創造出百元以上的一個價差 那當然預估的收益呢 也會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潤 那跟上1.0在起掌之前布局的好買店 所以現階段聽好 現階段趕緊打電話進來 尤其是前五名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跟著1.0先上車先卡位 從買有限先搶先贏 廣告中電話即刻撥的電話進來囉 更多操作出現建議 我要回來繼續請玉琳老師幫大家進一步分析 歡迎回到股市1.0再把時間交給玉琳老師 親愛好朋友們 上週台積電的法貨 把縮會裡面釋出很多重磅的內容 但是我們如何從台積電的法縮會當中 尋找到接下來的標股 尤其你可以發現到這一波的往昔 這一波的萬潤為什麼能夠創高 而今天的安國出關之後 形成的載購 截錢你要跟著我布局誰 你才能夠大賺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是不是如同1.0的預期 他已經熟穩了580塊錢挑戰了六字頭的大關 那為什麼今天沒有大漲呢 因為已經來到了去年的 向下的跳空缺口的623塊錢 當然在台比的一個升值之下 未知的認錯回補償還是持續 那當然呢1.0要特別告訴大家 是AI接下來要特別去留意到 低基期低位階的個股 將會形成的接棒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旺希為什麼這一波能夠精進展開回不回 而旺希之外的一個呢 萬潤形成了一個拉出長紅的走勢 還有今天的台興科 形成了一個盤中亮燈 攻上掌勵板的走勢 而今天的安國在出關之後 也形成了載工的態勢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是 如何從台積電的法說會當中 去尋找到AI的擴散跟接棒的效應 那如果你想要掌握到COAS相關的個股 像是旺希 像是萬潤 甚至台興科的一個賺錢效應的話 歡迎你加入一點的LA-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那當然安國 安國真的是神盾集團當中最活潑的個股 而神盾在入主星河半逃底之後 他也形成了IP細製材的個股之一 那因為股本比較小的過程當中 主力大戶容易上下起手 所以你一定要特別去留意到 安國的多方防守價位 該怎麼去看 神盾集團當中的一個神盾也好 安國 安格以及心底 還有迅捷的這樣子的標的 我們該如何買的安心 抱的放心 讚的更開心 如果想掌握到接下來神盾集團的賺錢效應 記得加入一點的LA-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而世行KY的創高 而今天的一個呢 尾影的一個拉伸 一定要去了解什麼是IP細製 所以還不知道什麼是IP細製的好朋友們 記得在YT當中 訂閱按讚分享一點的股市 1.010 YouTube頻道喔 那當然呢 在富士打拉回來的過程當中 特別告訴大家 折疊機的一個商機 那我們也從周K線級別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我們也是逢回來去尋找到最好的買點 那當然呢在創高的過程當中 我們創造出最好賺的利潤 所以緊接著 我要來複製富士達第二的一個走勢 所以想不想在2024年的一開始 拿到贏在起跑點的勝利呢 所以1.0即將要佈局 富士達第二的這檔標的 尤其這檔標的有富士達的加持 還有國際大廠的重要供應鏈 更重要的是它只有是銅板的價位而已 短線上的幅度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潤 歡迎你跟在我的一個呢 這個訊息的時間點 而且富士達第二現階段 前五名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跟著1.0先上車 先卡位 重買有限先搶先贏 趕緊打電話進來囉 感謝來賓分析也提醒觀眾朋友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欠倦 我們不當之才有利益關係 本節目就要總共參考 投資營壓獨立判斷 小產品估自負投資風險 也祝您照做順利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我們明天再會 今晚你會再次見 最終的視頻 像在2024年的開局 拿到壓倒性的勝利 最後的倒數 1.0即將佈局 富士達第二 三道立多 薄火力災 一 父爸爸的加持 二 重要供應鏈 三 銅板股的價位 最重要的致勝關鍵 神秘樓頭即將入主 確定創造百元的價差 預估收益超過50%以上 最後的布局機會 一定一定要跟上 立即加入一點的Lite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翻轉人生端線 2511 0777 2511 0777 前五名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跟著1.0先上車 先卡位 籌碼有限 先搶先贏囉